第二小子 第二小子說什麼? 第二小子說 欸!我上滑喔 我碰完了 我向上衝喔 我向上衝的話 還是 這個是我加速度是多少 欸!人家不理加速度 那你一定要想到什麼 有就是第二東西叫什麼 來,Sigma 欸! 欸! 所以就是這樣 你的目標是要找什麼呢? 然後找我們吃吃 小木塊所說 合力是多少 而且是要找哪個方向的合力 沿著斜面方向的合力 因為你要的是加速度方向嘛 對不對,OK 好,來做判斷 來,一樣 我一樣有一個什麼 MG3是台語圖向下 可是這個時候呢 摩擦力反而向哪裡 因為你這時候反彈完向上衝了嘛 那摩擦力自然要扯你幹嘛 要扯你破腿嗎 在這裡 在這裡 可以嗎 這時候摩擦力呢 反而是向下的喔 沿著斜面向下喔 所以的合力呢 就可以寫出來了 怎麼寫還是 來 MG3是台 加上 加上 沿著斜面向下的摩擦力加多少呢 來 μMG3 這樣的合力中在 是要為M的小木塊上面 讓它上升的困難之中呢 產生一個反向加速度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小木 約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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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加速度就可以成什麼 來把GD出來 然後 Size it 加上 Fu Size it 好不好 第二小題 再來看第三小題 注意了 他說 計算第一次 碰上 牆面之後 小木塊 沿著斜面 向上滑行的最大距離是多少 還是第三小題 答案 你們呢 這樣考慮最容易呢 寫不出來 第二點要怎麼做 欸 我碰完了嘛 我回彈 待會兒我領問題 我還能夠爬到頂端嗎 爬不回去喔 因為我有摩擦歷史的一個耗損嘛 對不對 那我怎麼思考 怎麼樣快速的得分 還是不要忘記這種 非選題的體組呢 前後都是有什麼 關聯性的 這跟什麼有關你知道嗎 來第一小題有關 這跟第一小題有關 還是可以嗎 那怎麼樣跟第一小題有關 還是注意了 還是有能量的角度呢 來做一個思考 我問你喔 我第一次 掉下來的這個瞬間 的動能 是不是在這裡 你不要忘記了 這一個牆 是跟我說彈性碰撞的喔 所以碰撞完的瞬間 我擁有的動能 是不是還是這麼多 是不是還是這麼多 所以這一面牆 唯一的目的 只是讓我幹嘛 改變運動方向 所以現在就是把題目 剪換成什麼 我有一個小部分 從斜面的底部 剛剛有這麼多的動能的時候呢 我可以爬多遠 我可以爬到多遠的距離 好 向上滑行可以滑多遠的距離 合理嗎 所以還是可以用什麼 功能原理來做計算 好不好 我再畫一個箭 就好 你會爬到什麼呢 我從底部 一開始有一個動能K 請問你有滑多少 我最多給你滑多少 只要最多 我把他們不能再動為止嗎 OK 結束 還是用什麼 知道嗎 功能原理 因為呢 前後的動能有變化 你只要找到合力做工 就可以了 孩子 好 剛剛怎麼找孩子 別忘了 我們的第二小題呢 的伏筆也在這裡 好 因為我們在上滑的過程之中呢 我的 沿著斜面所說到的合力 你是不是mg size它 齁 再加上什麼 摩擦力叫mumg 可不可以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在這整個過程之中呢 這兩個例呢 到底做了多少工 要合力成什麼 你的位移嗎 乘X 乘X 可以嗎 齁 那這工是正方來不公還是是不公 為什麼 我的力向下 的位移向上啊 那這些 合力所做的工 會等於物體的 動能的變化量 莫動能-減出動能 莫動能是0 減掉減動能K 好結束 把X轉出來就好了 好不好 我現在把實質這樣整理一下 好 這就是功能原理的式子喔 不再重列了 可以嗎 你要跟上喔 OK 好我把這個K呢 來搬上來齁 然後呢 負號負號都把它吃掉 所以最後我們會發現什麼事情呢 其實啊 我把S 留在等號左邊 這一個東西 全部出過去的話 這X不是多少 用K來Ksdota 來MGL 的 sin 減掉 μ的cos 來除以誰 所以這個的話 好不好 把一樣的MG 全部提出來 MG的什麼 sin 加上μ的cos 然後把誰消掉 MG MG約掉 結束 把MG約掉就結束 好 以上是我們一百年思考物理的解析 好 這邊